哎妈 啊今年要过来过年啊 啊可以啊可以啊 啊我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啊 啊小小心 啊她没事她她怎么可能会介意呢 啊行行行我给你订机票啊妈 哎得了得了 哎好好好哎哎挂了啊 你妈要过来过年啊对啊 看一下282930 哎我给她订28号的机票吧 哎不是你先等一下 你跟我商量了吗 哎商量什么啊 哎不用准备什么的 到时候我直接订进豪华酒店 连饭什么的他们都就安排了 我的意思是你妈过来你和我商量了吗 哎不不是你商量什么呀 咱妈过来我还是要和你商量 我同意她来了吗 龙孙待在豪华的跑过来天什么乱啊 什么叫天乱啊你说什么呢 那是我妈呀 反正我不喜欢你看吧 她要是过来过年的话我就回家去 你去啊哎你能不能搞清楚 那是我妈那是生我养我的人 年轻我就想借她过来 那段时间很忙了我过不上 快过年了我还借过来过个年怎么了 啊你在叽叽哀哀哀什么啊 她一个农村人连来也不会是一样 反正我不管那你就让她直接去酒店吧 凭什么这么酒店啊 哎家里那么大还容不下我妈了 你张口闭口一个农村人你什么意思啊 看不起农村人啊 就是看不起在土里土气的样子 你以为你有多洋气吗 哎你还又没有点孝心 懂不懂得尊重人 你知道农村的天有多冷吗 那个水有多冰吗 那关我什么事啊 以前爸爸说我想进销 新有缘的一会儿做 我现在条件好点了 我接我妈过来过个年有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资格说 我平常对你不好吗 没给你钱花吗 我努力赚钱给你干净的圈子 舒适的环境和高智的生活 是为了让你有更高的修养 让你变得更好 不是为了让你变得目无尊长 自民得意啊 明白吗